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窗子过去 现在我们去拿黄金律法的原本 这里有个弓 黄金术弓 这个弓是一个长弓 跟之前拿那个大弓不一样 它是配合圣属性的剑来用 可以增加攻击力 战绩拉满弓 这里有个捷径 先剪个泪滴 梯子踢一下 就是可以从一楼爬到二楼来了 不用再绕窗户了 树干上有一个重要道具 放得够高的呀 黄金律法原本 这个里面记载着黄金律法基本主义的祷告 非常晦涩难懂 我们不用理解 就知道可以用祷告就行 现在去找一下大鬼鬼 好久没来结缘教堂了 祷告书呢 还是交给大乌龟吧 因为柯林的位置以后还会变 而且他不能直接传送道 还得跑路 好久不见啊 对你身上有任何练习的 练习的 练习的 我会想分享我的知识 跟你们 关于这个圣经的祝诺 Radigan once cleansed himself 练习的练习的 练习的 拒练习的 拒练习的 和承认 他的爱 在Runala 的 order 的 额 和 的 的 月 练习的 所有的 战斗 的 战斗 forgiven 這道道祝福祉園祝福祉園 所以你必須依照的例子 去保持任何缺乏 任何缺乏或是在正確的性格 和合作的性格 要享受祝福祉園 寻在座面的座面 和清洗自己的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祷告书交给他 好 现在把他手上的魔法祷告都学一下 看一下说明就把他都买了 之前只买了一些有用的 遇到的魔法祷告就多买一下 这样你进二周幕的时候 魔法祷告都是全的 而且收集本身也很有乐趣 这种金色的祷告 一般都是和黄金术相关的 王之恢复 一看就很厉害呀 这些都是双指特别赐语的 之前在现实版的圆桌厅堂捡到的 双指在过去权力也是很大的 并且能说会到 主要是来学回归性原理这个祷告的 以后要用 拉达钢的光环 形成扩大黄金光环攻击四周 这个是拉达钢送给米凯拉的 但是米凯拉把这个基本主义给抛弃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治好马来尼亚的宿集 回归性原理 智力要求37 可以治愈任何异常状态 并且能去除拟太效果的 之前大乌龟说过嘛 在王城有一座拉达钢的雕像 那个雕像呢藏有秘密 我们等会儿就去那里啊 火焰习武修士的祷告也买一下 火焰啊 喷发吧 请全程有感情地使用这份祷告 好了 都买完了 可以走了 我们回黄金树的大教堂 离黄金树最近的那个资福就是了 追一下资福 把刚才的祷告给记忆一下 回归性原理 还剩一个格子 这个祷告要37的智力才可以放啊 所以还需要做点别的准备 众所周知啊 鞍子吼吼的智力只有9 所以还差28点 是28点吗 对 是28点 现在走这边啊 走这边下去 下去电梯就可以看到那个拉达刚的雕像 拉达刚的身份一直都非常的神秘 他之前和满月女王是夫妻的时候 就要求自己的手下 关于他的事情一句话也不能提 后来呢 他又离开满月女王成为了玛丽卡的丈夫 身份一直都非常的特别 只有回归才能揭露秘密 你来吧 那我们就开始堆制力吧 从9实现到37的飞跃啊 把我的剑海大剑拿出来 剑海大剑的战绩是可以给全属性都加5的 再把头给戴上 这个是加6的头 用随心大剑时候经常用的 烙印呢 换成玛丽卡的烙印 可以加3之力 再换一个观星少女的传说 可以加5之力 现在是23 再喝一个智力灵药 加1033 33再加剑海大剑的战绩 加538 好了够了赶快用 赶快用 现在是我智力的巅峰 晚了可就又掉下去了 哎 前面的雕像变了 拉打钢的雕像变成了玛丽卡 所以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哦 拉打钢就是玛丽卡 这要是不跟我说的明明白白 那我还是不明不白 所以拉打钢就是玛丽卡 她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力 她为什么能娶满月女王 她为什么后来又跟玛丽卡在一起了 原来这一个人是两个人呢 所以知道了为什么金面具的手指不动了呢 因为她解释不了拉打钢的身份 思维真的是非常的缜密啊 不愧是金面具 但是她还是没有我聪明 如果我要不告她这个真相的话 她能卡关卡一辈子 现在我们去拿个传说武器啊 把这两个条项尸干掉 先用一下狮子火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隐形的爬帕 把这个祷告拿一下 然后就可以往下跳了 在这儿不要耽误太久 因为还有一个融入骑士 当然你想打就打一下啊 我是不想打了 跳到这个位置沿着柱子往上 小心点啊不要掉下去 古兰桑克斯的雷电 好赶快传送一下啊 底下的工兵发现你就没法传了 可以跳到底下 拖战之后再传 看一下刚才拿的东西啊 古兰桑克斯的雷电 这个灵巧要求太高了 现在打不到 这个是大鼓龙 古兰桑克斯的武器 消除的毛 大鼓龙之前攻破过 罗德尔的王城啊 但是也就是这么一次 我藏一根毛 但是战绩我用不了 好憨啊 什么我三十七的智力 我都用不了 他是要灵巧的 打扰了 黄金魔力防护 这个是大幅提升魔力 属性减伤率的 是黄金术和利安尼亚 开战的时候 拉达刚用的祷告 好现在知道了真相之后 我们去找一下机面具 机面具还在那卡着呢 算提算不出来了 我们去帮他一下 机面具的支线也挺长的 它也是关乎一个结局的 机面具的算法呢 可以修复黄金律法的漏洞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 黄金术信仰的推测者 他的标准结局吧 现在法环是破碎的嘛 那我们就想办法 把它给修复好 把之前的漏洞给补上 之前在王城外围的时候 看到过古龙战争啊 这个战争的导火索 就是大古龙入侵了王城 把王城的墙 打出了个祸口嘛 但是为什么这么做不清楚 也是很久远的事了 黄金术这边的主力呢 是葛德文 后来跟古龙化敌为友了 来吧 我来指点一下迷津吧 支力巅峰的我 可是揭露了一个秘密啊 我记在本上了 要不然会忘 黄金律法全貌 看来现在金面具 什么都想得通了 崇拜我吧 不是因为我购乱 但是我购乱的 手指移动了 重复着他 重复着他 更多不足复着我 我没有言 要感谢你 所以我愿意 把这些交给你 选择 一瞬间 在心中的 柠檬 柠檬 證择 你真正的 优优独播剧场—— 这里会多一个祷告 不变盾牌 提升减伤率的 但不包含物理减伤率 没了 没了 他们的剧情就到这了 我把我的装备换一下吧 之后也用不上了 智力那么高 也对我来说没用 我是从9升到了38的智力 如果说你们的智力 原先比我还低下的话 那么就在我那个技术上 再加一个鲁文湾湖 如果你还是不够 那你就洗点吧 洗点是最简单的 行了 我们接着往前走吧 现在去女王规格了 黄金树大教堂全探完了 王城的地面部分呢 差不多快结束了 每次一张地图结束的时候 都要打大boss啊 这张图也不例外 我们要打的是 目前镇守在王城 维护秩序的蒙葛特 看这里有特别多截止老狱 这都是鸡民嘛 饿死的嘛 门口有个黑刀啊 也看不见他走过去了 用冰枪解决就可以了 黑刀在女王规格的门口啊 这似乎是在暗示 他们关系密切 黑刀和玛丽卡 都是属于西人一组的女性 他们有共同点的 黄金树恩惠 女王规格这里好多书啊 我来这坐一下 感觉一下 女王平常就在这儿办公啊 在这儿办公兼睡觉 哎 往这儿一坐 我觉得我也挺有女王范儿哎 还不赶快上菜 等什么呢 哎呀 没人理我 还是开字符去吧 在这里呢做一下准备就准备打boss了 打蒙格特去 这个祷告给他去掉 以后我就用不上了 灵药也换一下 我来换一个力气路滴 再加一个翻滚闪避的路滴 我们要打的这个半神蒙格特 他是玛丽卡和葛福雷王生的次子 大儿子是葛德文 二儿子就是蒙格特 三儿子是蒙格 他是个人型boss啊 所以我用出血来打他 双持出血武器 拿上我的爱留诺拉双头刀 还有石像鬼双头剑 基本打法呢 是感应流出血加龙响祷告 现在拿的道具啊 衣服啊 护服都不少了 所以要搭配使用 我把这个蘑菇王冠也拿上 当周围人物陷入星红腐败 或者中毒状态的时候 可以提升攻击力的啊 猛禽黑鱼也戴上 护服呢 再换一个跳坯护服 现在就不讲究好看了啊 讲究功能性啊 这个绿龟护服 也可以换一下 换成腐败眷属的欢鱼 千双鱼带了两套装备吧 一套是周围有腐败增加攻击力的 一套是跳坯增加攻击力的 还有就是拿一个很重要的道具 马尔基特的球具 这个球具在以前打恶罩的时候用过 其实恶罩呢 就是恶罩王的分身 也就是这个蒙格特的分身 打他呢 同样可以用得上 再把军旗拿上 所有的buff都叠满 磨刀不误砍柴弓啊 再往上走的就是通往黄金树的门了 蒙格特守在这儿 在这里呢还可以招一位老朋友 这是梅琳娜 可以叫他的 不过我就不叫了 我就单挑去打他了 先把buff都上好啊 灵药 君旗 火焰资予我力量 把蓝给补满 祷告的提前换好 换成腐败吐息 再就是把球具给换好 好走吧 万事俱备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上 啊 Godric the Golden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轻软 之下 可C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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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ct 由于广优独播剧场上 Pillagers emboldened by the flame of ambition Have it writ upon thy meager grave Filled by King Morgoth Last of all kings Filled by King Morgoth 上來之後不廢話直接用球具把它按在地上 然後就是一頓跳P 跳P可以用四下 用三下它就會進入二階段 再用一下然後迅速遠離 找好位置之後趁它進二階段 用二段的腐敗吐息 等它爆發完之後 星紅腐敗的buff也就上好了 實際上這個時候已經成功了80%了 就算你不打的話它很快就會死 躲好它的攻擊 它二階段的攻擊會更加的迅猛 光劍是成輻射狀的 躲在兩條光劍中間就可以 地上的爆炸記得躲開 它這個劍是一個上條攻擊帶出血的 前期它受球具壓制被我削了不少血 所以沒給它太多機會 拿到了蒙格特的大盧恩 還有惡兆王的追憶 打敗它一看瘦條條的一隻 感覺好可憐啊 只有它一個人苦苦地在支撑王城 為了 Anderson 你更加強烈一隻 �� 那已經煙了 爭斗下 尊敗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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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 為了 安息吧 你也是条汉子 别人都是为了自己 只有你是为了大家 蒙格特还是挺值得敬重的 在我看来 以一己之力在保护王城 两次罗德尔保卫战 他都守下来了 一直在默默付出 而且他本来是一个 并不受待见的人 小的时候被关起来了嘛 还能如此地维护黄金树啊 拒绝的刺 拒绝是一切啊 谁都不能进入黄金树 这个刺太厚了 门是关着的 我成王的希望又被打破了 所以从王城是根本进不了黄金树的 一般游戏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 我们经历的千辛万苦 应该是可以成王了 但是法华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啊 想进黄金树我还得找别的方法 先把这个字符看看吧 美琳娜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图一别画上红色标记 来升级耐力升到30 接下来就升感应 梅琳娜要再次与我们一起旅行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火种 让它来燃烧 把刺烧掉 这样就可以接近黄金树了 地图上已经显示出来了 前往洛德的中途 这是王城里面之前我开过的一个门 但是我开了之后我没进去 现在可以过去了 传到大道旁露台 看一下刚才打到的东西 恶赵王的追忆 虽然蒙葛特是恶赵之子 他生来就与赐服无援 但是他还是想要守护黄金树 想要去给予 洛德伏捷 是启动洛德大升降机的 和之前那个迪克达斯伏捷是一样的 这次梅琳娜是给了一个完整的附件 直接高举就可以了 我把驱兽火把拿上 待会我会看到很多狗 走吧 洛德大升降机 它是连通着罗德尔王城 还有巨人山顶的 也就是我们要去的后期的地图雪山 雪山的顶上啊 就是巨人山顶 那里有一口大锅 大锅里面有着不灭的火焰 不灭的火焰是由一个巨人看守着的 我们先到那个大锅 需要打败那个巨人 之后呢 让梅琳娜作为一个火影子 让它燃烧 把黄金树的刺给烧掉 这样就能接近它了 现在是这样一个计划 这里有很多玷污者 还有狗 有一些催眠油脂啊 黄金卢恩啊 想捡就捡一下 我就只拿最重要的 这里面有一个调香瓶 这块地方有一点 年久失修的感觉啊 地都没修过 房也不是金灿灿的 挺破败的 把这个狮子混种给打一下 狮子混种现在已经是小精英了 比杂兵稍微强那么一点吧 话说这只狗好乖啊 它不会主动攻击的 不论你拿不拿火把都一样 电污者 狮子混种 还有调香狮 这里就这三种怪 直走右拐上楼梯 上左手边 一路跑酷不要停 有怪会追着你砍啊 不要紧 只要跑得快就没事 后面有一个失色6 前面这里也是特别的危险 我的建议是直接润 不要打 顺道捡一下退声碟 这里有好几个玷污者 而且有个调香师给他们加buff 并且还有一个狮子混种 真的特别危险 赶快上来开升降梯 还有一个在切而不舍的打 上电梯之后就安全了 不用管 上来之后的布局 是不是觉得有点熟悉 和神兽塔是差不多的 没错 这里就是有一个神兽塔 是蒙格特的神兽塔 有一个小兵 非常不显眼 记得打一下 要不然他从后边打你 这里没有什么难点 就是几个小兵打一下 火龙灰护服加一 这地方和史东威尔城的神兽塔 差不多 现在已经是在王城外围了 把这个弓兵打一下 还有骑马的 骑马的就直接刮就可以了 刷刷刮血流 帅气的电风扇 剑状白肉干 走吧 我们现在先去开一下新地图的刺服 否则死了之后又要重新跑啊 这边有一个爬爬 这爬爬是一个湿色锻造石 挺特别的 你看啊 把他打死了你就知道了 这是超级大的一只爬 好大一个球啊 好大一颗费烈螺 尸色6 走吧 现在先下电梯 这个塔呢 是通往两个地方的 如果直接往下的话就是禁狱 如果是往右手边走呢 就是蒙格特的神兽塔 我们现在先去开禁狱的刺服 看一下地图啊 落得摄像机是在这里 还有一段距离 再往前走就又是陌生的地图了 哎呀 已经走了半城多了 王城踏完之后啊 进雪山就是后期了 这里雾蒙蒙的 好点赐福 禁狱 在这里做下准备 待会上去是要打boss的 神兽塔是有boss的 风结晶露滴 换成精力露滴 时间也调一下 调到早上比较亮 好了走吧 从这个电梯再往回回 回的时候注意一下 有个地方是可以跳的 就是这儿 捡一个官吏上衣 门也可以开 这里面呢 可以拿到梅琳娜的短刀 使命短刀 梅琳娜说了自己是有使命的 这个使命就是燃烧自己 烧掉黄金树 官吏上衣 这个和贵族上衣是差不多的款式 看一下梅琳娜的刀 短剑 战绩是黄金刀刃 武器上还残存着先前的持有人火种少女的力量 看这个战绩 是不是特别优雅 特别帅 火种少女啊 暗示了梅琳娜的使命 蛮可怜的 她的使命就是被燃烧 再坐一下电梯吧 你也可以趁着电梯往下下的时候 直接跳到那个房间 但是注意不要跳死了 先开次服是比较稳妥的 如果死了的话 就只能从大道旁的露台再重新开始 有点远 这次上去之后就走神兽塔了 东南的方向是神兽塔的位置 它是两个门嘛 一个门神兽塔 一个门是我们刚才来的路 你看到这个小兵拿着一个火把就是走对了 走到前面之后呢 天会完全变黑 第一次来的时候吓了我一跳 我以为我的游戏出问题了 进来之后再准备啊 不迟 火焰资予我力量 就不用上全套buff了 这两个boss呢 不是很难的 把腐败眷属换成绿龟 捡了地上这个东西呢就会触发boss战 boss是恶罩孪生子 两个人 先往后拉一拉 因为有一个会主动跑过来 我们一个一个地打 就用跳坯的方法就可以 看他跳起来了就不要跳坯了 躲一下 跳坯可以打断他的大部分招式 但不是所有的 好 找一下另外一个啊 这个刮得很快 在这儿 有的时候他会放那个远距离的黄色火焰 这次没放 继续跳坯 感应流就是这么玩的啊 可以造成大量的出血 直接被我控到死啊 再来一个处决 帅气 恶罩猎人罗洛 拿到了一个骨灰 好 这里可以开字符了 先看一下我们拿到东西 知名的恶罩猎人鼻祖 罗洛的灵魂 他以前是一个知名的调香师 为了尽自己的职责 猎杀恶罩呢 就喝下了香药 毁掉自己的心 这里就是东亚潭神兽塔了 我们现在在塔的门口 走吧 进塔 刚才我们打的boss是 孪生子啊 有两个人 这个猛格特呢 他也有一个孪生弟弟 叫猛格 那个猛格呢 就是先写王朝的建立者 他建立了猛格温王朝嘛 这哥俩是孪生兄弟嘛 也是同病相连 他们的神兽塔是一个 以后打完猛格也是在这激活 在游戏里面的恶罩呢 是很不受人待见的 猛格特呢 他就是恶罩王嘛 他身上的恶罩特征呢 使他就没有任何的赐福 在众多的兄弟姐妹里面呢 就特别的不显眼啊 但最不受待见的 反而还最忠心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 其实你看他的 过场赛机里面 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 还是保有尊重的 虽然觉得他们大逆不道 但是还是给了他们尊称 好 激活一下 猛格特的大卢恩 激活了以后可以用了 这个大卢恩呢 是可以大幅提升血量上限 提升25%的最大生命值 说起来呢 还是接着狗瑞克的大卢恩最好 但是肯定激活 我们是要激活一下的 好的 那么王城部分就都结束了 现在我们再去做一下 其他NPC的支线 现在让我们回到史登维尔城 这个地方是不是听着 特别的陌生 好久以前的事了 来到史登维尔城之后呢 如果发现这个门卫格特克 还是在踩头的话 那么就再做一下赐福 直到他不再出现为止 前提条件是 一定要把猛格特给打败 之后再来史登维尔城 好 现在进到 王座厅 你会发现 尼菲利路啊 尼菲利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当王那绝对国泰民安呢 再来看肯尼斯海德 你们还记得他吧 他还记得骑士这事呢 我都是要成王的人了我 so I can loot all the corpses I like I'll let you take a look at the goods if you fancy 这小人居然也善终了 可以在他这里买一个古龙岩锻造石了 两万块钱一个耶 刚才安妮菲利给了我一个 这儿买了一个 一共有两块 之前做老师的支线的时候 如果帮着杰连打老师的话 杰连也会给一个古龙岩锻造石 哇 他的衣服也都买了吧 盗贼一套 涅菲利路还有肯尼斯海德 加上门卫葛托克他们三个的剧情是在一起的 现在就全部完结掉了 涅菲利路呢就是要注意 一定要把风暴鹰蛊王的骨灰给他 好 这就没什么了 史东威尔城交给涅菲利路啊 我还挺放心的 走吧 现在我们回大赐福 可以找一下百智 毕竟百智曾经是涅菲利路的义父嘛 涅菲利路的结局跟他也有关系的 但是他什么都不给我 现在去找一下截止婆婆 打败猛狗特可以在他那买东西嘛 他那边还有剧情 双指在这边拉高了天线 诶 搞不懂 无上一纸到底是想干嘛呢 这到了门口又不让推特惹劲你 我想烧掉拒绝的赐 hertz Father, that's not the domain of mere men the burning of the or the tree is the first cardinal sin and you say you seek the power the rune of death too the rune of death goes by two names the other is destined death the forbidden shadow plucked from the golden order upon it's creation 新潮的屋滟 现在 会否有不太想许 这里的 使用没有 使用 不过 使用 是 但是我们在 使用 使用 相bre 找到 关于 其用 The realm and all life in ruins Impossible events transpire Beyond the ken of the fingers Who is to say that the cardinal sin Must be cardinal forever Go on Finish the job Take the course you deem most worthy You must find kindling Only the smoldering flame In the great forge of the giants On the highest peak in the lands between Can burn the earth tree But special kindling Is required to reignite the flame For the flame To burn the earth tree A sacrifice is needed Of one who envisions the flame And can lead you to the ruin of death You must find common space Before the flame And can lead 特殊的火种说的就是梅琳娜 可以来这里买恶罩网的东西了 蒙格特咒剑 它的战绩是一个出血的战绩 咒血斩机 但是这个要求的灵巧比较高 它有感应加成的 累积出于268 还是挺不错的 还有一个王室恶罩幼子像 诞生在黄金树王室的恶罩幼子 虽然不会被切除硬角 但是它们会被偷偷地扔到地底去啊 终生幽禁 我来换一个咒剑吧 另外可以买恶罩王的衣服 恶罩妖鬼的斗篷就是他批的那个破斗篷 恶罩妖鬼在破碎战争中狩猎英雄无数 他是真正的罗德尔之王啊 维系了这一方和平 指头大人如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本来是维护黄金树的 怎么现在要烧树了 搞不明白 好啦 今天这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嘎凉 嘎凉 你 乖 尸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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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 我的心 啊 啊 啊